曾经年少不听话,我是一只小海鲜,啦啦啦啦,小海鲜,哦哦哦哦,小海鲜,那个穿白衣服的,来啦啦,和五爷一起唱啊。 鹦鹉翅膀挥舞,一脸陶醉时,裂缝内的白主睁大了眼,彻彻底底的待在那里了,脑海嗡嗡,一片空白。 他身为第七山海主,地位之高,尊贵至极,这一生什么没见过,可却偏偏真的是没有遇到过如眼前这样,让他觉得近乎被颠覆的鹦鹉。 还有呢,让他听了后,心底都一颤的,难听到了无法形容的程度的歌曲。 更让他觉得骇然的,是在鹦鹉说完后,在那歌曲回荡时,他竟不受控制的,似乎也要张开口,去一起唱了。 这种感觉,让白主这里头皮似要炸开。 还没等他有什么举动,那歌曲形成的波纹,就轰轰而来。 瞬间落在了裂缝上,落在了白主的身上。 白主一个哆嗦,他竟张开了口,唱出了一句。 我是你的,小呀小,啊,啊。 白主刚唱了半句,就立刻发出凄厉的嘶吼。 他睁大了眼,露出强烈的恐惧。 他知道,这是因自己受伤太重,意识模糊,所以才会被影响的。 此刻狠狠一咬牙,知道要灭杀孟浩已是不可能了。 咬牙之下,他体内瞬间爆发出了那之前闪瞬即逝的,不属于山海界的力量。 卷着自己的身体,刹那,没入裂缝内,瞬间远去。 我还会回来。 远去时,他的声音带着恼羞成怒,带着疯狂,漠然传出。 呦,怎么走了呢?你奶奶的,不给五爷面子。 鹦鹉一瞪眼,可心底却在敲鼓。 他心中已怕得要死,此刻看到对方逃走,五爷内心松了口气,可嘴上却不会承认。 一顿叫嚣后,收起了一众海鲜,耀武扬威地看着孟浩。 孟浩此刻气息略恢复了一些,可还是虚弱。 望着鹦鹉,孟浩笑了笑,随后看向那裂缝时,目中露出杀鸡与寒芒。 这一战的艰难,超出了孟浩的预料。 他与那第七山海主之间看似势均力敌,可实际上孟浩还是弱了一些。 没能将其击杀。 孟浩轻叹,他已用了全力了,此刻面色慢慢沉了下来,他目中杀鸡越发冰寒。 他知道,这一次白主重伤,恢复也需一定的时间。 可当其恢复后,必定还会再次踏入第八山海,而那个时候,二人的这一战也必定会继续下去。 只不过,那个时候,孟浩没有把握能战胜。 一股危机感在孟浩心神内滋生,他沉默中望着远处,片刻后,目中光芒一闪。 我施展风妖禁法时,白主曾失口,离主知道。 看来,离主传承,我要尽快去获取。 只有这样,我才能在这白主再次降临前,让自己更强一些,才能真正地将其斩杀。 孟浩之前开古灯时,他的神识就已扩散,而后神识之力暴增,一个念头就可横扫整个第八山海界。 早已看到了靠山老祖的身影了,此刻迈步一晃,直奔远处,意识尽管模糊,可却被他强行忍住,不露出丝毫。 体内的永恒境界虽然溃散,但却在慢慢的凝聚中。 一个月,我需要一个月,才可以彻底的恢复过来。 孟浩南南皱起眉头,他需要一个月,而那白主必定比他更快。 而此刻,整个第八山海界已然陷入到了一片欢呼之中。 他们尽管看不到战场,可却感受到了在这星空中来自第七山海的威压一瞬间消失了。 随着消失,那些第七山海的修饰全部面色苍白,神色大变,心底骇然。 他们尽管不愿相信,可却只有一个答案可以解释为何山海主的气息消失。 那一战,他们的山海主败了。 这个想法在短短的时间内横扫整个战场上的第七山海的修饰,使得他们的气势一下子低落谷底,战役都减少了太多太多。 反之,第八山海之力则是全部振奋。 大吼石自发地展开了反击。 轰鸣中,双方修饰,再次厮杀起来。 只不过这一次,节节败退的不是第八山海,而是成为了第七山海。 轰鸣回荡,战争再次展开。 第八山上,孟浩的外公那位第八山海主此刻颤抖的身体也慢慢地平静下来。 他的双眼似想要睁开,可却还差了一丝。 孟浩离去了,他的速度不快,他的四周赤发老者四人,以及那数十万修饰早已散开了更远。 他们见证了这惊天动地的一战。 此刻颤抖中也注意到了孟浩的远去。 甚至他们可以感受到孟浩的虚弱,可却没有人敢去验证。 即便是那赤发老者也都没有这个勇气,除非是孟浩表露出的伤势更为明显,否则的话,只要孟浩还有意识,他们就不敢造次丝毫。 眼睁睁地看着孟浩远去,这些人才纷纷松了口气。 孟浩神色平静,一步步走远。 直至离开了这些人,到了一定的范围后,他的嘴角再次溢出鲜血,取出丹药一口吞下。 闭目时默默地运转修为。 可就在孟浩闭目的瞬间,他突然心底出现了一股强烈的危机。 双目默然开合时,立刻转头,看到了在他的身后从虚无内走出的一个青年。 在看到这青年的刹那,孟浩的眼内露出一抹锐利之芒。 这青年脸上露出振奋与激动,没有太过靠近,而是在孟浩回头时停顿下来,向着孟浩笑着一拜。 孟浩笑,我们又见面了,谢谢你给了孟某这个机会,为了这一天,孟某也等了很久很久了。 而且,我也真的没有想到,你会在短短的时间内变得这么强。 来者正是纪东阳,我是该称呼你为纪东阳,还是纪下老祖。 孟浩望着纪东阳,双眼眯起,内心警惕。 那种生死危机的感觉,这一刻更为强烈。 甚至在面对白主时,这感觉都没有这般的清晰。 毕竟这一刻的孟浩是他最虚弱的时候了,而纪东阳的出现也证明了一件事情。 对方观察自己绝非短时间,否则的话,不可能这么巧合地把握住这一次的机会。 而观察自己这么久,自己这里居然没有察觉,此事就存在了端倪。 这纪东阳的身份,也在这一刻引起了孟浩的猜测,所以才有了那一句话。 且对方的话语里,也或许是因激动,透露了不少的信息。 若纪东阳知道孟浩只是通过他的一句话,就看出了这些,必定会有吃惊。 纪东阳一正,看了孟浩一眼,笑了笑,此刻他也不在意被孟浩看出。 纪天是我曾经的名字,我更喜欢的是纪东阳。 在纪东阳话语传出的瞬间,孟浩双目猛地搜索。 纪天就是纪家老祖,那是当年与方家老祖一个时代的强者。 争夺山海主成功,是第九山海主。 你也不用考虑拖延时间来恢复,你的伤势之重绝非一时半刻能恢复的。 那白主的战力之强,就算是我也都顾忌,与其交手,必败。 而你,真的是让我惊喜啊。 将你定为我的第九市身躯,是我最正确的选择。 来吧,孟浩,你我融合后,出现的就是我的第九市。 我将带着第九山海界,拨乱反正,去对抗来自三十三天的降临。 你牺牺牲了自己,成全的可不仅仅是我,而是整个山海界。 我可以对你承诺,方家我会照顾得很好,你的一切都将属于我。 季东阳哈哈一笑,目光微微闪动,只是开口却没有靠近孟浩。 孟浩与白主那一站,他远远地看到,很是心惊。 孟浩面色阴冷,没有再开口,而是站在那里,冷眼地看着季东阳。 他不动,季东阳也不愿轻举妄动。 二人对望,约莫十多息后,季东阳皱起眉头,忽然抬起脚步,向着孟浩走出三步。 这三步落下的刹那,孟浩眼中杀鸡一闪,忽然迈步,直奔季东阳。 这突然的举动让季东阳心底一震,他下意识地就后退,可就在他后退的瞬间,孟浩这里瞬间一样后退,速度之快,刹那远距。 季东阳眼中寒芒一闪,立刻追击,他心底暗松了口气,追击时目光闪烁,忽然右手抬起,掐绝一指。 立刻一道黑色的光瞬间飞出直奔孟浩。 孟浩心底暗叹,只斗着季东阳难缠,此人哪怕到了如此的程度,居然都先要试探,而非立刻就出手,可见性格谨慎。 可孟浩这里耗不起了,他的伤势太重,此刻只是恢复了一丝而已,不由地皱起眉头。 孟浩目中一闪,右手抬起,立刻挥舞,将那来临的黑光直接崩溃。 轰鸣回荡,反阵之下孟浩嘴角溢出鲜血,可他身后的季东阳轻笑一声。 孟兄,不必着急,我们还有时间,你的伤势很重,而季某也有耐心。 等你伤势爆发,失去意识的一刻。 当然,你也可以立刻回头就对我出手,我保证你在击杀我前会更快的昏迷。 所以,你要考虑好,你敢出手吗? 既东阳目光闪动,看着孟浩右手掐绝时,有十道黑光瞬间飞出。 这十道黑光中都存在了浓浓的因果之力。 孟浩没有出手,而是身体一晃,直奔远处。 速度轰然爆发,刹那间就直接拉开了一些距离。 而他所去的方向居然不是天神联盟,而是第七山海出现在第八山海的那处裂峰。 这里也正是之前白主逃走的地方。 孟浩速度之快,轰轰而来,赤发老者等人,以及那些第七山海的修士,在看到这一幕后,都立刻散开,神色凝重,纷纷心惊。 既东阳在后,看到这一幕后,也面色变化。 他算准了孟浩的所有行动,无论是出手还是不出手,他都有应对之法。 若不出手,他会选择让其出手,而若出手,他会选择缠斗。 可偏偏,他没有算到孟浩居然会选择进入裂峰。 一旦进入这裂峰,就算是踏入到了第七山海的传颂阵中了。 对孟浩来说,这是九死一生。 偏偏生机似乎还大了一些。 可对孟冬阳来说,一样是九死一生,而生机明显不高。 因为他身为第九山海主,来到第八山还好说。 若是去了第七山海,隔着两座山海,他的本尊与分身之间必定会出现思绪的延缓。 这对他来说极为致命。 所以按照他最早的打算,也本就是要在这第八山海去夺赦孟浩的。 只不过因第七山海的入侵,孟浩没有立刻离开,他才将计划暂缓了。 该死。 孟冬阳面色变化,身体轰的一声速度骤然暴增,刹那直奔孟浩而去。 眼看孟浩就要踏入裂缝内,孟冬阳眼中杀鸡一闪,右手抬起,隔空直接一抓。 轰的一声无数因果现幻化,凝聚成为一只大手,一把抓向孟浩。 可就在抓来的刹那,孟浩的半个身体已踏入到了裂缝中,眼看就要逃走。 关键时刻,季冬阳哪怕再谨慎,也都来不及多想。 他明白只要有半点迟疑,孟浩就会从眼前消失。 此刻狠狠咬牙,修为轰然爆发,与地久山海遥遥呼应下,他的气势骤然崛起,山海主的威严,漠然降临。 在降临的瞬间,他的速度直接无限的暴增,轰的一声,他化作一道残影直奔孟浩来临。 在孟浩的身体八成都融入裂缝的瞬间,他已然临近。 躲射! 季冬阳低吼,身体在这一刻好似融化。 他的魂就要飞出,就要去躲射。 可就在这一瞬,几乎在他开口的同时,孟浩却突然转头。 他的神色中露出讥讽,嘴角带着冷笑。 这一刻的他,哪里还有什么想要逃走的想法? 这一切分明就是引着季冬阳入沟。 这一招,还是孟浩之前刚刚从白主那里学会的。 季冬阳双眼收缩的瞬间,孟浩默然开口。 狼吞天下! 孟浩大吼,他体内的确只剩下了一丝的力量,可这一丝力量如何去用,却是决定了他与季冬阳之间的胜负。 这一丝力量被孟浩用来激发他的道果中属于贪狼的生命本源。 轰入其内,将其激发的瞬间,在孟浩的身后赫然地出现了一尊惊天动地的天狼。 那天狼仰天大吼,在季冬阳夺射的一瞬,对季冬阳吞噬。 一个夺射,一个吞噬,分不清到底谁更能成功。 在这一瞬,季冬阳的魂穿透孟浩的身体,直接进入到了他的石海。 与此同时,这一瞬,季冬阳的身躯化作了生命精华,被那天狼一口直接吞噬。 轰的一声,季冬阳消失了,孟浩身体颤抖。 一股狂暴之力从他的身上爆发出来,使得他的身体瞬间从这裂缝中飞出,一个闪烁,刹那消失。